今天這位嘉賓 他身分除了運動員之外 他就說自己也是一個影響者 因為他在社交媒體非常之活躍 事實原來他之所以會成為運動員 當年也是因為被一部電影影響 他這部運動電影 有很多粉絲,有很多人在追看 不知道他寫好之後的劇本是否 說滿尼豬家望的人生是劍擊高手 是社交媒體達人,是心理學家 也是父母的掌心明珠 這份劇本會否美得有點過分 好,Mooney坐在我旁邊的時候 又多了Janice坐在我旁邊 就這樣看一看未必看得出她的關係 不是,笑容也很餅飲 謝謝Mooney帶媽媽來 對,當我們邀請運動員的時候 邀請多一個…通常邀請多一個朋友 或者覺得很了解你的 Mooney邀請了媽媽 是否經常帶媽媽到處去挖揚 我們有空會出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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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自己突然間對劍擊很有興趣 也要父母栽培 是 說一下這個… 其實當時有一點肥妹的感覺 是的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我女兒有運動的天分 她小時候 我打算是一個很文靜的人 什麼時候發現她的運動天分呢 應該是小學三年級 學校有些比賽叫監製去看 是 她叫頭球,扔球的小小子摺 每個小小子都好像甩手甩手 是她和另一個同學摺得很緊 那時候就會覺得 原來她也挺厲害的 因為我小時候都很喜歡運動 我想可能她有一點運動的DNA 就是拿了我的 Mooney,我最想聽這些 就是看看你的血統 究竟是媽媽、爸爸 究竟在哪裡傳給你 我知道首先劍擊這件事 Mooney也說了很多次 事實是你自己選擇的 媽媽、爸爸聽到之後開頭是怎樣的 就是試一下,即是再試 還是不如再玩幾樣東西 也沒有,因為那時候剛好暑假 她又說想玩 也當是打算暑期活動玩完就算了 又不知道在哪裡都可以學習 打了一個上網打Fancing 突然跳了一個劍擊學校的名稱 然後就去看看,那就沒有名字了 一開始玩,沒想起事 那時候八歲而已 就是練習了,上課了 然後很快就打第一次比賽 多久了 練習了多久就打第一次比賽 我想說可能三、四個月左右 是啊 要說一說,媽媽、爸爸當時看著 Mooney第一次比賽 因為剛才她輕輕地告訴我 是很有趣的 因為當時打劍 那間劍擊學校應該沒有電子設備 是嗎? 你知道打劍,我們現在只是看燈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哪個勝負 那你當時看Mooney打到決賽 是 遇上個朋友 是…同學,很熟悉的同學 發生什麼事? 沒有,因為我們不懂得看 我們當時沒有燈 只是看裁判,判… 裁判有些手勢,我們當時不懂 這個是什麼?這個贏還是輸? 不知道,突然停了 停了?打完了? 那誰贏? 那裁判就說,Mooney贏了 那你們當然是兩夫妻 是… 有沒有拍照,直接拍照 那些…那一輩子… 沒理由不舉機 我拍了一張很有紀念 就是跟何嘉麗姐姐拍的 當時何嘉麗在香港劍壇裡 都比較成績和聲儀比較高 我們一看到,何嘉麗姐姐很漂亮 捉著何嘉麗姐姐拍照 Mooney,八歲女第一次比賽 這樣就贏了 那你又知道什麼事嗎? 我完全不知道 我還很記得 我唯一的記憶是那個比賽 就是我去到比賽場地 第一次比賽很害怕 很多人… 我又不懂得穿那些衣服 因為是有一個次序穿的 然後我記得我跟媽媽說了一句 我很後悔,今天來了 對,很害怕,看到很多人 我肯定媽媽第一時間一定回覆你 後悔已經太遲了 已經給了錢了,知道嗎? 不是的,其實最初說參加比賽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時候好像覺得有些事情要做 就想說不要去,沒什麼參加比賽 沒什麼意思 因為當時的心態純粹是玩一會就走 原來你差點不想去 對… 我當時也不想打 但是因為那個劍擊學校的一個負責人 就說來吧…有比賽很好玩的 小朋友很開心,這樣才去 是,我覺得最有趣的 始終是媽媽在旁邊看著 子女表現的那種輸贏 其實你一分鐘當時是比賽的 會的,所以現在其實很怕看她比賽 很怕,因為看到她一劍一劍 落後又替她心急,領先又怕她被人追回 贏了一下突然又被人贏了 那個…心血小一點也很辛苦 所以後期我和爸爸都是… 他在Local的比賽 小時候我們就一定會去看,看得完的 後期也不看了 因為我們本身就不想在女兒面前 太過大的情緒反應 第一,我們本身不是對她贏輸的關切 那麼厲害 第二,也不想她太大壓力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低調一點 贏了當然開心 不就一起去吃飯,聊聊天 輸了就怕她,等她情緒穩定一點 說走吧,準備換衣服走了 所以我們才走了 好,剛才說有一個好開始 很快,第一次比賽已經贏了 雖然說你對劍擊的模樣很有興趣 所以選了又打得不錯 但當時小時候有其他選擇嗎 我去到小鹿 我都在玩很多不同的運動 我有踢球,有玩排球,有溜冰 有玩投球 是,那我…劍擊是得獎得最多 我跟她打得最好 從中一開始就發現 我也要讀書 我沒可能投入那麼多精力 在不同的運動 然後又要讀書 慢慢淘汰 就只剩下劍擊 一個一個運動這樣淘汰 就是中學就開始劍擊生涯 對,也很早成名 不要這麼說 當時會否來到某一刻… 你當時也有出入體院 有哪一刻開始覺得 媽媽,我已經想到我未來的職業 好像是去到大學… 之前進入大學的時候 就想試試 因為當時一直兼顧著讀書 然後又打劍 覺得好像兩頭不到我 那我就打算大學的時候 就讀少一點 就轉全職運動員 那我就好像一年二就轉了全職 哦 是啊 因為她有很多朋友 都是做全職運動員 就完全放棄學業 我同學先生就覺得 不太主張 因為始終你放棄了之後 你再重新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中間已經有一個斷層 你三年沒讀書 再回到學校讀書的時候 可能你不會再有興趣繼續學業 我們當時會說 你可以繼續練習 你也可以透過學校給你的安排 港大給你的安排 去分開學科來讀 但是我們絕對不讓她 完全是不讀書而全職 到後期學分越讀越少了 她可能一個星期上很小課 她那時候就轉全職 我們也支持她 剛才在說Munny 或者是順風、順水 終於這幾年 我看見比較多喜樂 亦被我見識到的Munny 都是一些金巨王 另一句話就是 你可能很愛那件事 但那件事未必每天都很愛你 你這件事就是劍擊 是嗎 是… 何時開始給予她這種愛又恨的感覺 愛恨交纏 我想是前年 去年前一派打得很差 然後就跌出香港排名前四 很多比賽都… 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我自己要想 我應不應該去 因為要自己付錢 因為我不是在那個標誌中 多了很多這些位置 我每次都要重複 我是否想做這件事 我是否想去 但我每次去都好像有些不開心的經驗 不是每次都會贏 那一年裡 我就不停有很多這些時刻 要不停地想 那我就出了這個金句 就是我… 香港開場那次打得很好 但那一刻覺得 我要抓緊這個機會 說一些我一直都在想說的東西 你可否再說一次給Janice聽聽 你能夠愛繩子每天 但繩子不會不愛你每天 就是說 你可以很愛這件事 你可以很愛見激 但你擔保不到他每天 都會給同一個人的愛你 但你也要保持著 一直很愛你做的事 你才可以成功 是… 那這個說話 其實是否不僅是應用在運動 或者劍擊呢 我覺得如果你運用在情人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好像不太健康 如果你不停地對一個人那麼好 但他這樣對你便不好了 劍擊這個愛人 你打算中一個頭來多久呢 去到極限了 我覺得現在還沒到極限了 我覺得還可以再踩一會 我想再給自己一些機會 多試一段時間 但我一定不可以像我以前小時候 天天、夜天練很多小時 現在反而在專注 怎樣可以練得有高質素一點 但不用練那麼長時間 始終年紀都開始… 不慶 不慶了 對, 所以找多些不同的方法 想想怎樣自己可以繼續走這條路 辛苦你了, 帶那麼多珍藏出來 叫Money拿珍藏出來 其實獎牌就收起來了, 不拿出來 最緊張就是一直交換那些紙紙 所以說做女生, 美女真的有好處 其實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也很難拿的 這個是Carmen Islands 這個是奧運的時候才會找到 才會拿到 這是開曼群島 就是用龜代表她的地方 對… 因為我們經常去亞運 都是亞洲的國家 所以去到奧運的時候 我就很勤力 特意找一些我平日會見不到的國家 不勤力也去不到奧運 還有這個我也覺得很特別 就是Zimbabwe 非洲國家 你厲害, 你懂得英文 我就是懂得中文 還叫Zimbabwe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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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廳一看到他們的名字 我就抓住他們, 可不可以換遍 所以突然有機會在街上遇到Money 大家如果想搭傘, 拍照簽名 一定有誠意, 帶個編示 她應該… 如果獨特的, 就算是樽巴部位 都笑順盈開 好了, 在你的珍藏裡面 我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你特別是很緊張 你這個運動員正那張照片 但是為什麼在這麼多年代 他的樣子變得這麼厲害 真的女大十八變 對, 我覺得這個髮型也變了幾次 這個就是中學時 當時流行有陰 所以樣子不同了 但反而這個感覺是非常好 公敬奧運 這張照片狀態很好 因為我化了妝 又畫了眉, 又畫了眼線 那天很漂亮, 頭梳得很好 你看這個頭髮和這個頭髮相差很遠 對, 但在媽媽眼中可能一樣漂亮 對, 從小到大都覺得她很漂亮 對…很多男生都是這樣說的 是嗎? 好, 伯母也有你的珍藏 雖然她沒有跟你出外 是 但她在家裡很忙碌, 做了什麼呢? 請問 這個其實是由她小時候 第一次出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記錄 譬如什麼時候比賽, 在什麼地方 多少年? 比賽… 第一個是2004年, 2月22日 2004年? 20年前 是啊 只是想你分享一下第一場 2004年2月22日 是 New Medford Cup 結果就獲得… Champion 是, 小朋友的Champion 懂得看, 要看留言 看看Remark說什麼 是, 我就說她… 贏了七個對手 七個對手 包括… 朋友仔 後面有名字 包括朋友仔, 在最後贏了朋友仔 然後跟何嘉麗姐姐有機會拍了一張照片 後來原來那個比賽 當日有一份報紙拍了她們 說她們是一個冠軍, 很開心 這些真的是… 對… 其實她的努力不會少於你 其實每一次都會… 尤其是自己在現場看到她 我都會寫下一點點Remark 因為昨天跟女兒談的時候 她就在那裡大笑, 看到這份東西 她說, 媽咪, 你什麼都可以說得很好 輸了都說, 表現很積極 什麼都… 什麼掌都沒有 又說… 結果很值得鼓舞 那我作為了媽媽 我們是會看一個小孩正面的東西 給他多點鼓勵 不過其實這份表 其實一直都沒有特意怎麼展示給她看 就是我自己做一個紀錄的 嗯… 想著… 或者將來有機會給她 她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懷念 不得了, 我就是今天拿出來 就是了, 所以很感謝你給這個機會 對… 我很感謝你, 真的 所以原來剛才在聊天 說了這麼久, 這麼正能量的Money 除了多德心理學之外 也要多德… 媽媽… 媽媽… 母親是很偉大的 好, 終於只有Money在這裡了 我們繼續可以聊些物體了 網上世界, 什麼人都有 我肯定你都接受了 正評、負評, 無論如何都會有 也有人, 我看劉過賢 就說, 喂, 專心點打劍吧 對… 經常裝嬌 你應該聽不少了 對… 對… 怎樣面對她們呢 聽了就算了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自己也有訓練, 我有… 對, 我有訓練, 我有去比賽 我也有做其他事情 我已經完成了我需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決定放些什麼上網 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也要夠膽承擔別人的見證 我被人看到的什麼 他們都可以有反應 這是我的決定 我決定去發表出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要接受了 所以現在沒什麼了 對… 我覺得… 即是用得社交媒體 正評、負評 其實是… 即是跟運動員 健康和有時受傷是一樣的 即是有些事情是預熱的 一定會發生的 負評這個世界是怎樣都有的 是的 作為一個運動員 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 即是難道他… 我現在拉扶 我24小時 都是跟運動有關 沒有可能的 每個人都有他適當的 其他事後或者興趣 甚至第二個人生 或者第二個事業都可以 對… 而且我覺得運動員不需要 規限自己在一個身分 其實很多其他人都可以 相關到這件事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我正在做這件事 我只可以承認這個身分 但其實不是 如果你覺得 你在另一件事有天分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承認 不需要局限自己 在一個範疇裏面 是 多方面發展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就是Slasher的世界 是的 怎會是一個身分 即是你本身在這個社會 即是不同的界面 生存 或者生活 互動 你當然會有不同的身分 誰沒有多個身分 好 那我再說說你另一個身分 就是讀心理學 當時選擇讀心理學的原因是甚麼 當時是中學有得讀的 就覺得很特別 為何可以用某些方法 就了解到一個人是怎樣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 瀏覽 可以學習去幫助劍擊那邊的發展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課 中學選了之後 就覺得很有用 就覺得大學可以繼續讀 我認識很多朋友 讀這一課 他們第一樣覺得很好 就是我終於認識自己了 是的 你也是這樣嗎 是的 是, 心理學教了很多東西 練習如何健康地 和男朋友吵架 我也是 心理學有這一課嗎 男朋友心理學 哈哈哈哈 像大陸是叫做 異性相傳 類似婚姻的psychology 他就有些範圍給你跟著 如果你和你的伴侶吵架 你要追蹤怎樣的固域 這樣吵架 一、二、三、四、五 你怎樣將整件事到最後 是有一個resolution 其實很重要 其實大家吵架 都是想對方聽到你說甚麼 大家都是想讓人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可能都不是真的關於那件事的問題 那他這個structure 就會教你怎樣拉到最後 那裡 大家都聽到大家 發成一個好的結果 對 然後就道歉 然後就接受 除了跟男朋友相處 他說這個真的非常好 跟其他人相處 亦都幫到你劍擊 因為劍擊這一門的運動 跟其他運動真的有些分別 就是有很多的元素影響一個勝負 但是劍擊在那個心理或者策略上面 佔的比重應該都挺大 是啊 因為做運動員其實是很孤獨的 你只可以鼓勵自己 你不可以期待有一個人永遠在鼓勵你 你一定是自己的最大的 cheerleader 那我就學了說 如果我一想說一些不好的 我為甚麼經常輸 為甚麼我這麼差 我立刻要停 然後就要說一些好的事 還有我贏的時刻 我一定要記住 那種感覺 因為贏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你一定要記住那個感覺 每次有贏的感覺 就要帶他去訓練 帶他去下一個比賽 然後我另一個東西學到就是 但是當我打小組的時候 我可能打了一場不好 我就要忘記他了 第一場打得不好 就要集中打第二場了 那如果我還未進入那個模式 我就會跑到一個角落 我就會和自己笑 那就可以重新自己的心情 這招也挺厲害的 有沒有人留意過你做到這招 沒有 因為我經常都要躲起來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被人看到 是啊 如果有人看到 他偷笑 他輸了也偷笑 對面還會害怕 對 好的 那這些就起碼幫到自己 對 就是一些很實用的方法 可以很容易做到 就能幫到我打得好一點 就是作為一個運動員 似乎是真的需要很獨立的 對 劍擊 因為劍擊是一個個人的運動 是 對 當然 但是你也有團隊 但就算是團隊比賽 其實你… 一開心就不用說了 贏當然要一起開心 一起慶功 一起 但是不開心 或者要面對負面的結果 就… 起碼你自己要做得好自己 很多事情要先反省 你… 在最後還是你自己打出來 打出來的劍 所以你自己想到 有些甚麼要做得好些 有些甚麼做得不好 然後再拿出來談會好些 對 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讓你現在這一刻 你可以跟任何人 調轉身分 對 那Mooney會想… 跟誰調轉身分 我會想試第二個運動 可能… 我現在想到就是 網球的Serena Willi Face Off 是 Mooney變成大威還是細威 世威 世威… 你滿年了世威 嘩 然後呢 好了 你想經歷她 經歷她的 哪個年代 我想經歷她 從小到大 那要經歷她 那個… 即是那個旅程 因為我覺得她很厲害 還有網球是 一個多點贊助的運動 好現實 可以經歷其他運動的項目 是怎樣的 或者現在去問世威 她也想跟你交換 可能 我也想… 我做這個… 香港的… 不是… 因為青春就是無敵 是 好吧 我們遲些見到世威 問一問她 可否跟她交換 看看是否兩個人 都想交換就可以做得到 好 好的 那張Mooney交給媽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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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